大家好 我是张茵茵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葱烧排骨 这是我爷爷的拿手好菜 也是许多泉州人最熟悉的味道 爷爷当年白手起家 先是在路边摆摊卖卤料做咖喱面 靠着一道香气十足的葱烧排骨 成就了中楼葱烧排骨的名气 首先将猪排洗净切成小块 葱洗净备用 做这道菜一定要选用本地葱 这样香气才足 在锅中倒入油 开大火加热至烧烧麦薄烟时倒入葱 上葱的火候十分关键 太过则苦不足则香气未出 再把葱烧烧制成小块 大葱 О' 曱盛大火 带葱变成金黄色即可捞出 带葱变成金黄色即可捞出 接下来要炸排骨 炸排骨为的是去除腥味 炸排骨为的是去除腥味 所以表面变成金黄色即可捞出 姜油倒出后再倒入炸好的排骨 加适量的盐、鸡精、糖 最重要的是加入少量的老醋 厨的酸爽会让这道菜清爽不油腻 再往锅中倒入冷水 水量要没过排骨 最后放入葱 开大火煮开后 转小火奔半个小时即可出锅 热腾腾的葱烧排骨香气十足 把隆隆的汁淋在萝卜咸饭上 让人胃口大开 爷爷当年还有很多拿手好菜 咖喱排骨面 红焖猪脚 黑豆龙骨汤 现在我们把店名改为中路小巷中排店 意思是从中山路的一条小巷子里 飘出了最地道的泉州味道 为的就是祭练爷爷的艰苦创业史 而我们作为新一代 要做的就是把泉州的老味道 好味道传承下去